本期改造是美女设计师梁岁敏 对抗全师老和 委托人老和一身功夫 被困阳台打空气 每天吃饱撑着就想老家 直接憋出相思病 咬牙坚持五年不吭声 只为方便孙子上学 主动带着儿孙 挤在镇中心八十平的出租房里 结果租的房子没有组宅箱 老和没地方打全部说 练字只能在饭桌 作为谨慎的爱好 他打算写字写到达 结果孙子一句要写作业比天大 疼孙子的老和 立马就让出思维回小阳台 天天盼着回祖宅 结果直脾气老伴先憋不住 直接摊牌要回老家 村里组织广场舞大赛 没他带队可不行 就连孙子孙女 也怀念在老宅度过的童年时光 有一起掏鸟窝的小伙伴 家里老的小的 都想回顺德老家 但今年一百二十岁的何家老宅 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专家直接诊断成微房 屋檐上的雕花 和墙上的灰塑 斑驳脱落 房梁都是白以吃剩的 原有的地基不稳定 砖墙都开始松动 小偷上门都要提前买保险 老宅只有两个卧室 墙只一个比一个花 新细的老和怕贼偷 家里窗户都装二十号 结果北边邻居家后期发育 房子建了十七米高 遮挡老宅大半边采光 通风也差了一半 后搭的厕所口吐芬芳 味道动不动就窜进小厨房 小厨房用的是古董土葬 老伴作为村里的义工 经常炒菜煮粥送铜箱 全靠老和一年粉刷两遍墙 家里唯一上进的只剩大客厅 房顶还有一个大洞 屋外下大雨 室内就下小雨 炮的墙体直接发霉 老和只能忍痛拿化档 摆平老宅就这情况 设计师坦白抢救成本高 修完只能住毛坯 房子炸了重建会更快 还能照一家六口的需求 打造四个卧室 两个书房和大厨房 留出一个大天台给老和打拳 老和是个明白人 立马申请重建 设计师原地召唤拆迁队 两房充分沟通后 火速偷家 房子没有基础 只有青砖 设计师计划把房子改成四层半小楼 保留老房原有的青砖和食粮 地下打入灌柱桩 打造出新的地基 让房子站稳脚跟 针对老屋采光问题 设计师准备坐旋挑梁 和退台式设计 安装大面积窗户 让屋顶天窗的阳光可以层层进入 北面则是开设长条形窄窗 补充采光 让每层楼都能拥有大量光线 在开窗细节上 设计师选择了横向长跨式的高窗 既有传统中式建筑的韵味 又结合了现代材质 美观又实用 加入中国传统的损某元素 巧妙隐藏水管和电线管 稳定房屋结构 一举两得 房子格局初见雏形 一层做客餐厅 拥有开放式厨房 二层是老和夫妻的老人房和书房 三层是孙子孙女的儿童房 带一个卫生间 四层是儿子小和的夫妻房带茶室 最后是送给老和打拳用的大天台 外墙铺贴波具历史痕迹的火山岩 代替严重风化的青砖 灰色外墙搭配一比一还原的坡屋底 作为两位老人对此宅的回忆 最后改得怎么样 跟着老和一家六口来看看 哇 哇 哇 好漂亮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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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是我喜欢的方法 百年老宅焕然新生 阳光通过玻璃窗洒进室内 下沉室客厅一整个通透明亮 白色沙发包围小茶几 一家六口能坐一起看电视 就天井位置打造小鱼池 是设计师为喜欢养鱼的老和准备的 客厅隔壁是开放式西厨 拥有超大操作台 是用天井麻室打造的 表面非常光滑 和奶奶能直接在这杆面 操作台拼接黑色大餐桌 可以做下食人就餐 上方吊挂老瓦片制作的吊灯 和奶奶一整个爱住 请老姐妹吃饭不愁没地方坐了 背后是一整墙厨柜 拥有墙大收纳 封闭式中厨 洗切主动线清晰 抬头就能欣赏无敌景观 担任大厨的和奶奶开心到起飞 设计师还预留了后门 买菜回来都不用经过客餐厅 走上平缓舒适的楼梯 能欣赏到二楼老和的水墨画 画架和楼梯造型融为一体 世道独特风景 超大写字台正对条形窗 毛笔砚台都准备好了 老宅里的雕花木椅 翻新后也回到了新家 对墙式损卯结构做的画家 专门放和爷爷的画作 这下让老和天天泡在着他都愿意 从二楼挑空往下看 还能和楼下家人打招呼 老人房同样带大采光 窗户下的洞洞墙 让房间看起来十分灵动 阿怪都夸词穷了 谁家老人房扶手还带雕花 绝对是和家独一份 墙早的摇摇椅还是祖孙款 和奶奶都恨不得跳起来点赞 厕所干湿分离带座椅 老人可以坐着洗澡 洗漱池特意选择家常款 两人同时刷牙也贼宽敞 三楼第一间是孙女房 床头是粉色米漆造型 床边紧贴矮置物柜 床尾是下沉室学习区 是设计师利用鞋屋顶 对低点抠出来的 侧面带小书柜 让孩子专心读书 孩子学习累了 转头就能看看蓝天白云放松心情 孙子房复刻孙女房 床尾同样是下沉室学习区 床上多了孙子喜欢的太空人 姐弟两个字都拥有一整墙的大衣柜 中间共用一个卫生间 洗漱池设置两个水龙头 一人一边谁都别蒸 里面是用木板围出来的淋浴间 四楼夫妻房两面都做的玻璃墙 装点上绿色窗花不显单调 和书房隔着弧形格挡 小和可以在这办公 背后是拆解烫龙门打造的书架 专门放小和的资料 拐角还有一个小茶室 挂上字画 摆上茶壶 馋艺十足 叫朋友来喝茶都被有面 超大的卫浴间带大浴缸 直戳一家人的星巴 和奶奶都看得眼红 哇 太长了 真的快哭了 太感动了 太开心了 天台全部铺砖 下雨不怕划老人 和奶奶喜欢的直打转 起得早 在家就能看日出 老和也有地方舒展全脚玩醒室 一家六口坐在竹凳上 围在一起还能烧烤 设计师上门挨夸 房子里还藏着很多小惊喜 楼梯间随处可见小木雕 是用旧家具做的云霞 旧房子里的石头做成的新门槛 寓意脚踏实地 孩子房的木雕花果腾 寓意织繁叶茂 通往天台的楼梯 寓意屏幕清云 设计师把一家六口的美好住院 全融进了新家 打拳 醒尸 书法 老和所有的爱好都有了容身之所 工作 娱乐 学习也都不会耽误 最后晒晒账单 图鉴82.7万元 硬装76.6万元 人工28.4万元 软装18.6万元 总共花费206.3万元